大家好 我是奥哥 有粉丝问奥哥 他说这个node10家已经上市整整两年了 这个手机到现在值不值得入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node20u跟这个node10家这两款手机差价2000左右 这两款手机应该怎么去选 不过的话 今天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node10家的这个配置 node10家载用是高中修容85plus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放到现在的话 不管你是打大型的游戏 包括日常使用 都完全可以胜任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包括这个node10家 它是三星手机第一款中置挖鼓屏 然后node10家发布之后 到后面s20s21u 包括到现在最新的都是前置挖鼓屏 因为一般它有什么先进的功能啊 包括外观设计啊 它都是先在node系列上面 先有 然后再到s系列 包括这个node20u 我们可以看node0u的话 它是一个自身刷新率 它是先有 然后到后面s21u才有 包括这个激光对焦转感器也是 到后面的这个s21u 它后面的话 才会配上node系列 它一般的是比较激进一点 然后继续说回到话题 其实这个node10家的话 它足了没有这个高刷之外 它跟一个node20u其实是差不多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两款手机正面给大家对比看看 屏幕大小 包括吉他的话 其实是大同小异 没有多大的区别 包括正面 正面的话 它就是这个中间这个摄像头的话 稍微大一点 这个node有比较小一点 除了这个区别的话 其实 只要不给你看背面的话 这两款手机 你可能都认不出来 然后node0u稍微大一点点 稍微就大一点点 其他的话就基本都一样了 像这个node10家的话 现在市场拿货都还要3000多 可能有粉丝就说 又跟你这个太坑人了 人家都卖2000多 这边的话可以跟大家说 2000多那些肯定是外版或者屏幕有瑕疵 或者不正常不是原装的 因为像这个node10家市场面拿货都要3000多 3300多 所以你这个手机 你说2000多的是什么样的手机 对吧 外版的手机呢 它是不仅用不了5g 而且4g的话 用4g起来 可能信号还是比较差 有时候你打电话 或者接听电话都接听不到 或者打不出去 所以假如选这个三星的话 还是建议选择这个国航的比较好一点 包括这个node0u 现在node有的话 现在是5000多的价位 所以跟那个node10家 他们之间的价价的话 就差了整整2000左右 那假如你预算3000多的话 选一个这个node10家完全可以node10家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4300的电池 这个的话是4500的电池 电池的话就稍微大一点点 日常使用续航的话 其实是相差不大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发的快递有哪一些 这边的话是一台s20还有一台node10家node10家昨天是发了三台 然后今天的话还有五台在那里 然后s20家 这边的话有一个粉丝 他买了两台这个s10家啊 都是拿来送父母 然后这个s21的话就出的比较多 都是256的256的比较好处 512的买的比较少一点 还有一台这个是s10家s10家后也比较少 好了 这些的话就是本期视频了 所有那个了 有喜欢三星手机要给我个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